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看过林亚之旅之后的心得 那因为其实林亚之旅对我来说 我们在看之前是五味杂成的 因为三一一地震 距今其实才12年左右而已 那我记得当年一看到这个悲剧的时候 我真的是泪流不止 然后当场就把我那两个礼拜的零用金 就是区区几万元 我真的捐的没有很多 就全部都解囊出来去救助灾民 那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尤其是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才经历过九二一大地震 然后日本对台湾来说 又有非常多爱恨情仇的过往 所以基本上就是台湾有事 日本就有事 日本有事台湾也有事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对于三一地震的那个灾变 感同身受 尤其是那个那么恐怖的震级九点一级 然后造成了那么多人死亡 那个真的是不计其数 造成很多家庭破碎 所以那个情感是非常的丰沛的 那尤其是我们在看林亚之旅之前 我们有几个好朋友们都有分享过 我们一起看过你的名字 那个时候当下的悸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在讲林亚之旅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跟其他的影评节目 一起在那边比 看谁的资料比较多 那甚至于我还看到有非常认真的会去科普 所以林亚这个电影之中 有哪些场景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然后用照片来比对 真的大家都好认真好专业 那因为麦嫂身为一个中年妇女 我们没有那么专业 但是我就是来最赤裸裸的讲 我那时候看完的感想 第一个就是我们几个人去看了朋友 我们的年纪都是年纪的中年 然后每个人看完之后真的是热泪盈眶 无论是画面 故事 音乐 然后还有主角 对话 人物安排 都是充满了满满的感动 那尤其是林亚这个小女孩 她小时候经历过那么大的创伤 其实她就算关上她的心门之后 她的窗口永远都在 那个是愈合不了的 尤其失去了心爱的妈妈 那身为单身家里养大的孩子 她就只能够在那么小的年纪 跟着阿姨一起生活 那阿姨那个时候当年才二十多岁 等于是她牺牲了她人生最精华 最灿淡的时候 然后再做一个妈妈照顾林亚 所以最后呢 左大臣出来讲那段话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说是附身 应该她就有点激发阿姨说出来 她心里面的疙瘩这样子 但我觉得讲开了也好啦 因为其实林亚马上就要长大了嘛 所以她能够体会到说 其实阿姨对她的用心栽培 然后可能管教有点严格 都是为了林亚好 很爱她这样子 那再加上其实蚯蚓这样子的隐喻 在日本古早传说来讲 他们是用碾鱼来形容 那用钥匙来镇压 其实是日本神道教的传说 那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传说 比如说像我们会拜地基柱 拜土地公 其实也是类似那样的意思 那针对用猫咪的隐喻 我看到非常多频道提到 因为新海城是猫奴嘛 那过往的作品也有非常多猫的意象 那因为麦嫂个人也是猫奴 我家里有三只猫咪 那三只猫咪的个性截然不同 而且也都是野猫 被我驯服的 那现在就在我家里面吃好 住好 然后养得胖胖的 但是对我来说 猫咪就是连接人间跟灵界 好的一个媒介 甚至于你可以说它是天界 所以它这一次的神明呢 被解放之后 它幻化成白猫 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可爱的 尤其是我这样子 一直跟猫咪相处这么多年 我很能了解 其实灵牙不是欺骗猫咪的感情 猫咪就是很单纯的 想要跟灵牙在一起 可是呢 猫咪也蛮自私的 他觉得旁边有这个大帅哥 对他造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他就把草泰先生 变成了三只脚的钥匙 然后因为那三只脚的椅子 是灵牙的妈妈做给她的礼物 那为什么是三只脚 那因为我的朋友 有跟我提到说 那可能是因为 她是小时候 所以要勾起什么回忆什么的 我说其实 这个算是有点 类似像年轿的 算是意念 因为其实我们看一些宫庙 如果当机要去当时 有时候也会抓着一只小椅子 然后会在纸上面画符 或是做一些法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也蛮类似 台湾在道教上面会看到的一个仪式 所以我看到那个椅子 我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怀念 好 那其实林亚之旅的可看性 真的非常的高 再加上真的 她的整个电影的完成满意度 我是高达100分的 然后尤其是 你看看她里面那些场景 等于是让我们 无论是有没有经历过 三一那样子的震撼 可能年纪还很小的观众 都会看得算是满满的悸动 那尤其是像蛮多人 就有提到说 其实关上门之后 很多事情在门后跟门外 可能会截然不同 那甚至于你有做出不一样的抉择 可能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我觉得生命就是这么的短暂 那尤其是林亚 你看在小时候 她说她其实她已经开过后门了 那后门就是生命的笔端 那可能就是要往生了 可是林亚活过来了 所以最后长大林亚遇到小时候的自己 有提到说我是你的明天 表示林亚长大还有一个璀璨的未来 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要抱着这个伤口 继续的活下去 甚至于呢人生可能还会有非常多的挑战 我们是不是要更加坚强勇敢的 帮这些没有机会可以体会人生的人 然后继续来品尝人间的酸甜苦辣呢 这就是麦嫂针对林亚之旅简短的心得 那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频道 是以分享心得为主了啦 然后所以还有很多知识不足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别的频道 或是有非常多网路上面的一些专家 所分享的心得 我觉得都非常的棒 让我的收获非常的多 那接下来再邀请到 上次有来过我们节目 一起跟我们分享 我的金鱼老爸观后感的Gene 那Gene呢是我的学姐啦 然后因为她说不要叫她老师 她说她这样会有一点压力 所以我们要叫她心灵旅人 那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听心灵旅人Gene的分享 麦嫂给她点句 今天我们又邀请到 上次有来当过我们来宾的Gene 那Gene上次跟我们一起谈的是 我的金鱼老爸嘛 那那一集的反响非常的好 那我觉得Podcast上面的 就是需要进这样的声音 那尤其是她又是专业的导师 她就是针对于那种心灵疗法上面 她非常多的体悟跟所学非常的渊源 那所以就是由Gene来跟大家剖戏一下 我跟她一起去看这部电影 《灵牙之旅》 那Gene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那因为其实你的名字 在五年前退出的时候 应该不止五年 好像是2016年的作品 那距今已经快要七年了 真的非常受欢迎 我跟Gene都有看过 所以新海城导演 虽然年纪并不是很大 但是他带给我们的作品 都是满满的感动 那尤其是他寓意深远 那他这一次算是 天灾三部曲的完结篇 第一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你的名字 那第二部是天气之子 那所以第一开始是在讲陨石 然后第二部是在讲洪水 那第三部就是讲地震 那地震以我们台湾跟日本一样 都是地震代来说 真的是历历在目 经历过921没有几年之后 日本的这个311地震 在12年之前 也带走了非常多条人命 那尤其是制造非常多破碎的家庭 那尤其是像剧中这个主角林亚 他就是个孤儿 所以他不得不面临这种家庭巨变 然后就是跟着阿姨相依为命 所以他心里有一个创伤 他是没有填补的 所以可以看到他在剧中 他就是把他日记311之后 全部都画黑色 然后他就有一块是眼上他的门 是不愿意打开的 所以这次导演就借由门这样子的意向 然后带给我们观众们非常多的省思 就是你一旦把那个门打开 是不是就像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一样 但如果你关上他之后 你的伤口是不是就得到疗愈呢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一定 所以那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Jim 你就来分享一下 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感想 好谢谢麦嫂 那其实麦嫂你刚刚讲的过程中 我就又有一种就是那个在看电影当中的时候的那种感动 突然间又吸上心头 那因为确实就是说在看电影的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真的就是 他跟我们就是所谓的这种创伤 我们遇到这种很大的创伤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就是动漫的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来就是怎么讲 就是类似来比喻我们人心灵受到的创伤 那因为导演他有讲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当时在构思这部电影的时候 他就是很想要拍一个可以让大家就是疗伤的一个电影嘛 那我觉得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 真的就是看到很多这个方面的 就是很深的这个意义的东西在里头 那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一个就是那个蚯蚓 对就是那个蚯蚓 他就是在那个废墟的门打开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开始就是串动出来 那在电影里头他蚯蚓代表的就是一种 他说是在地底下的一种 你无法控制的一种那种能量 对然后就是你一定要把门关起来 门一旦打开他就会串出来 然后串出来到他聚集 能量一直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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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会一直扩散 然后等到他垂到地上的时候 就是会再次的带来那个地震 那个灾难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是应该不是说大家 就是说知道这个事情的人 只要你看到蚯蚓 就是其实观众一看 都会跟着很紧张嘛 就是哇不行 要赶快去阻止他这样 那我觉得他这个蚯蚓的能量 就是很像我们就是如果有遇到 真的是比较大的 比较重大的创伤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类似创伤的 这种痛苦的能量 在我们的可能心灵的深处 然后就是在生活中 可能有一些时刻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能某个人说了一句话 或者是声音周遭声音突然 就是反正有任何 只要是可能触发你 当时的那样子的创伤的 那个触发的那个点 被引动了之后 就是有很像就是那个门就打开了 然后那门打开之后 就是你知道像那个 不是有一些人会 你知道那个什么 创伤后压力症后群有没有 有些人会有那种所谓的 flashback删灰 就是他比如说从那个战场 回来的可能他在战场上 是被炮弹击中的 有没有 然后他回来以后生活中 突然间可能只是 小孩子在放鞭炮或者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突然间 好像回到那个当时在战场上 被炮弹轰炸的时候的 那样子的那种恐怖的 那个情境当中 对就是很多人 他其实会这种很严重的 这个创伤后的 对对对 PTSD后 创伤后的这些 这些情况 那就是我觉得就是 在电影里头 就是很像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蚯蚓出来 那个能量突然间 就是又回来了 到当时那个情境的时候 你就整个灾难 好像重演一遍 就是即便在生活中 其实现在你已经是安全的了 可是其实 其实你已经整个 好像是当时的灾难 再重新再经历 所以对于这种 比如说像921啊311啊 对不对 就是这种很重大的灾难的人 那或者是一些 其他方面的创伤 其实有一些也是很严重的嘛 那我觉得对于 就是受到过这些创伤的人来讲 真的就是生活中 这些情形是有可能是发生的 而且对某些人来说 有可能是发生的频率 可能还不低哦 所以就会真的是 很痛苦 就是会对他们来说是 会很大的痛苦跟困扰 那对于一般的人 可能没有这么大创伤的人 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创伤 对不对 你的创伤可能只是一个 比如说你小时候被霸凌 然后你可能长大 你在职场上 然后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 你突然间又感觉到 那个被霸凌 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到PTSD 可是那个创伤引发的你的整个人 那个情境的情绪 你的思考等等 其实真的都是有可能会重新回到以前 你尤其是可能童年时候 经验到的一些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电影 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好像一直在看到 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它一直在发生 这个门又打开了 蚯蚓又跑出来 然后又赶快去 所以这个第一个我看到就是这个蚯蚓 它代表的这个意义 就是真的很像是这个创伤能量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关于 创伤能量从哪里出来 就是那个废墟吗 好那你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在受到一个 很严重创伤的时候 那心里头因为太痛苦了 对不对就像那个林亚小时候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灾难 就什么都没有了 家没有了 妈妈没有了 就是所有他任何认识的东西 通通怎么都不见了 对他来说 那个是多么大的一个那种痛苦跟失去 对不对 所以他真的后面那个日记全部涂黑 好因为他真的就是 因为太痛苦 我们就会不想再去碰触心里面的那一个地方 所以呢就是我们心里头的那一个角落 那个伤口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就是就我觉得在电影里头 就是那个废墟的那个隐喻 就是那因为你太痛苦了 你看像林亚的 她那个故乡也是这样 对不对 她的阿姨就是一直不愿意回去啊 不愿意带她回去 就是因为不想再回去那个伤心的地方 对所以但是但是如果是 嗯就是我们如果看的是我们的心里头的 这个废墟的时候呢 确实就是说可能那个 如果真的是以疗愈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是确实是会需要 可能是需要去慢慢的慢慢的 嗯能够有一点一点的 就是在一个安全的方式 在一个爱的能量的流动之下 慢慢慢慢的可以如果允许这个废墟的部分 她慢慢慢慢的获得生命的滋养 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疗愈 一点一点的康复 一点一点的把那个以前的这些创伤 让她让她开始就是结痂 就是我们想如果是我们的 我们的身体受伤了 我们也会需要一段时间 让她慢慢慢慢的恢复嘛 好那我们讲说身体 身体会有自愈的能力 好那其实心灵上也是会有自愈的能力 但是我们就是要能够愿意去去面对 然后去允许那可能还是会经历到那个痛 但是如果可以有一种比较安全的 比较缓和的方式的话 那其实还是可以一点一滴的 就是让自己的这些废墟 心里面的这些荒芜的这些废墟的部分 慢慢的慢慢的又可以长出这个青草 长出花树植物等等 好让它再重新变得有生命力 那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电影当中 第三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就是他讲的是说 就是当你要去封那个门的时候 要把门关上 让那个蚯蚓的能量不要再一直跑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有那个钥匙孔 你才有办法用那只钥匙 去把那个门锁起来 对那怎么样让钥匙孔出现 就是要去很专注的去聆听 以前住在这一片土地上的那些人们的声音 然后所以就会一直听到一些 大家彼此关心 彼此打招呼 什么这些 就是听到这些一些美好的 当时就在这边的人的一些美好的时光 的这些 就是这些这些声音 那这个时候你那个钥匙孔才会出现 那你才能够把钥匙插进去 把门锁上 然后这边我其实同意麦嫂讲的话 就是说锁上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这是我唯一觉得这部片子 会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 就是我不能讲遗憾 但是就是我会感觉是说 就是因为因为就是我们大家就知道 就是因为它是用一个压制的方式 把钥匙压在地底下 那当然如果以地震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 你可以这么说 因为确实我们地球里头 就是会一直有这些能量 对那它不时的就是你无法压制它的时候 它就会冒出来就会有地震 所以如果以逻辑上来讲 我觉得在电影里头是可以用这样的逻辑 来理解这件事 那只是说如果是 就是想到是我们真正我们心灵的疗愈的话 确实我会觉得就是 那个钥匙孔的出现 就是对我们 我们还是要能够记得 就是即便在过去的这些悲痛当中 其实也有着曾经的美好 对就是我们不要去忘记这些曾经的美好 然后生活中也有很多的美好 那所以我们讲是说 这个这种就是能够为我们带来生命滋养的这些 不管是过去的记忆 还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能够很专注的聆听我们身边的 或者我们生命中曾经的这一些好的能量 对不对 带着爱的带着关怀的这一些带着生命力的这些频率的话 好那那个疗愈的那个钥匙孔它会出现 那但我觉得在这一部电影当中 它的那个压制的那个 其实它那个就是它就是有那个钥匙嘛 对不对 其实钥匙 钥匙也是它说那也是神嘛 是一种神 对不对 然后它还有关门师啊 所以我觉得我收到的就是说 其实即便在这种地震是就是一直在发生的 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当中 就是好像冥冥之中也是还是有人 然后有神在守护着我们 以及在守护着这片土地 就是那个当中就是我觉得 对于那些曾经受过这个很重大灾难的人来说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安定 一种一种一种心里面的安稳 对 然后最后就是整个当然结局就是说 在希望当中呢 我们活着 好那我们就是向未来迈进 对 持续的继续的创造我们想要的美好的生活 对 所以我是觉得整部片 我大概收到的是这样子 那我真的觉得导演很厉害 对就是他是想要拍一个疗愈的片 然后他这整个动画的构思啊 然后那个角色 然后你看他那个男主角变成椅子 三只角的椅子 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可爱 而且又太有创意了 对 那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日本其实他们传统宗教 跟我们一样是多神教 他们是神道教嘛 那其实台湾一些宫庙 他们基本上如果说是神明要降临的话 也是会用椅子来做异象 也是那种小只的椅子 然后也蛮多国片 也有做这样的呈现 那因为其实宫庙文化 因为我是台南小孩嘛 所以我也是算是观察了蛮多 那尤其是他这是用门做异象 我觉得真的让我蛮感动的 因为其实你看像311那个时候 人在出门之前 你哪知道你回不了家 对 对对对 对啊 那尤其是我听别的频道里面 就在那边温习日文啦 比如说像 麦早的学过一年多 并不是很好啦 不过我还是记得 比如说 我要出门了 然后我回来就是 可是问题是 你可能没有机会 对你的亲人说 因为他已经离开你了 对 就是有这样的遗憾在 你看像林牙 她遇到那样子的事情 然后结果原来她是 有办法看到 未来的自己 但是他问了他你是谁 他说我是你的明天 他不是说我的未 你的未来 是说明天哦 因为明天对我们来说很快嘛 几个小时之后就明天了 可是对很多人来说是跨不出去的 是是是是是 所以这一点让我蛮感动的 因为其实电影里面充满了很多金句啦 比如说像是那只猫咪大臣 为什么他叫大臣 也有很多人问 那那个左大臣是那只黑猫咪 所以到底哪一只是好猫咪 哪一只是坏猫咪 所以我们常想到说 哎 蛮好笑的 以前说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所以其实都是好猫啦 那两只猫咪呢 就有点像是 呃我们常讲的地基柱啊 或者说是土地公啊 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涵 然后所以说为什么 他们要关门的时候 呃 关门是要去念那一段咒语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借来的 是是是 我们并没有拥有这些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并没有珍惜它 然后让它变成废墟了 那有可能就是会反扑嘛 那如果反扑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祈求生命 我们就把这些还给你就好了 无论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都是要去珍惜 都是要忏悔 那希望我们自己可以走出来 然后以后要好好珍惜 我们拥有的资源啊 还有我们的亲人啊 对不对 嗯 好 今天非常开心 静哦 让这个短短的时间哦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部 非常感动的电影哦 所以说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静可以把这部电影打几分呢 哦 我出现的数字是九点九了耶 哇 好棒哦 我觉得很很高 对对对 对 所以真的是很荣幸 一连这两部好电影 都可以跟静来一起观赏 然后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 对对对 那希望下次再有机会 跟静一起来分享电影哦 我们下次再见 好哟 谢谢 拜拜 好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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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